這次的活動是因為其實我們創市基金會在全臺服務 就是植物人的部分 那鳳山分院在這裡目前有安養清寒植物人有62位 那道宅的服務有170位 那這長期以來其實我們服務要這樣下去 靠很多的志工幫忙 那我們的義工其實常來我們裡面會幫忙院內的一些像院民的按摩 或是一些說故事表演的部分 那其實現在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院內不能進去 那長期以來像我們其實在爭取志願的部分 其實都靠大家的幫忙 那我們義工非常支持我們 那平常他們會幫我們裡面院內像整理發票 還有製作一些手作的衣麥品 那讓我們可以推廣 讓這個服務可以下去就足夠的一些經費 讓我們的服務可以下去 那今年現在是12月嘛 那每年我們都會辦理韓式吃飽30的活動 那因為這個活動很有意思 因為過年快到了 那我們希望讓我們服務的對象 然後在過年時候有就是過年的一些溫暖 那當然一部分也是為了我們就是長年的植物人的服務卿會 所以我們今天辦理的活動叫植物人服務卿會計韓式吃飽30 那今天已經第三屆屆了 那我們其實很多義工的幫忙 那我們今天就是我們就是在很多手作界就很知名的一個那個 不窩窩窩的手作雜貨的工作室 我們的老師 林敬業老師 他非常享受這樣的活動 那常年他其實在手作這裡 他也邀請很多的愛好者 都會製作一些手作品 那可以捐贈給我們去做義賣 那他知道我們今天也非常辛苦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他今天也來參與說製作我們那個環布 就是那個疊古巴特的手作的環布袋 那讓我們就是可以裝義賣品這樣去做義賣 那可以幫助我們的服務可以下去 那他今天是也來帶我們的很多義工 來加入這樣子的行列 那希望響應這件事情 希望大家也可以來做我們志工 來協助我們以外 還可以幫我們推廣這個韓式吃飽三食 這樣的很有意義的活動 那我們的活動裡面有很多一些義賣品 都是由他們來協助的 那也希望大家共襄盛舉 一起來協助一次 我們這次就是因為幫助創事基金會 封三分月 然後因為陳昀環小姐林院長的熱情邀約 所以我們邀請了幾位手作朋友 幫我們的創事基金會做一些 疊古巴特的環布包 幫他們做一些紅包袋 然後口罩 然後跟一背帶 就是背帶 他們之前也是有義賣的